从条件落入手预防血管硬化,敲干精是最好的方法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体的血管不断地在发生褪形性改变,不在意改变,就有发展为血管硬化的趋势。 因此,血管硬化不是病,而是人体慢慢变老的一种表现。 血管发生褪形性改变,可导致血管褪性增强,致使血管破裂。 如若血管腔细狭窄,产生公血障碍,将有可能形成脑出血、脑梗似、关心病、高血压等疾病。 因此,保护血管弹性因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。 一般情况下,老年人血管硬化的发生率比较高,到一定程度血管就会破裂,很容易脑出血,也就是中风。 现在,血管硬化是像年轻化,很多人40多岁就中风了,生活苦不堪言。 中医认为,血管老化是因为已食内伤,劳累伤身,情绪不加使身体内产生各种废物堆积在血管。 同时,如果人体血液肿量不够,肝脏就会不清洗或清洗不够,血液就变得越来越脏,腐蚀血管,使血管变得又硬又脆,从而埋下健康的隐患。 因此,从经络医学的角度来讲,只要对自身的经络进行精心的调养,老化的血管是可以恢复弹性的。 敲肝筋就是预防血管硬化的最好方法。 因为肝脱筋,血管是筋脉的一种,所以肝筋软化血管的作用无庸置疑。 具体操作方法,握拳或者借助经络胎的,沿着腿内侧线敲,每天敲嘎近15分钟。 特别是那些生活习惯不好的人,更要坚持,以力度,以感觉酸疼舒适为最好。 在保养经络的同时,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如 1.限制烟酒,减少其的血管的损坏,防止血管恢复弹性。 3.生命在于运动,经常锻炼,适当运动,如行走,跑步,坐操,物件,练胎极拳等。 对改善血管弹性的状态,恢复血管弹性有很大帮助。 4.保持心情舒畅,也是使血管健康的秘诀。 5.也是因移情的唯仪,及低支,低延的饮食,加强血管弹性检测。 观察血管弹性的变化,做好预防。 特别提醒,本号天天更新时聊养生,养颜瘦身,理疗养生知识等。 欢迎亲们关注,转发,评论,沟通交流。 提个类意见和建议,爱你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